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你可以拿恐龙 这是球丸恐龙 对 球丸恐龙 你可以把它转起来 然后在它尾巴上转 对 或在它脑袋上转 你会吗 说明这两样东西是非常之不兼容的 对 接下来请大家见识一下 什么是真正的恐龙玩篮球 来 掌声有请 再来一段 没了 没了 哇 哇 这个厉害 这个厉害 厉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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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 很棒啊 厉害厉害厉害 欢迎 谢谢 怎么样 几位恐龙玩篮球 帅吗 是这么个恐龙玩篮球啊 谁是恐龙啊 我叫恐龙 我是孔子的孔 不是那个动物的 这就是那个 新恐龙 恐龙 对对对 大家好 我叫恐龙 来自山东问上 我是孔子的第七十八代岁 了不起的你 我来了 恐龙是你的真名吗 不是 一名 也不是一名 就是算是小名 大名呢 大名叫孔围龙 我是围子的 那恐龙这个名 怎么出来的 我是属龙的 我听我妈说 生下我那年 我奶奶说的 这孩子属龙的 给他起个 就叫恐龙嘛 后来家里 一直都叫恐龙 就现在没人叫你 孔围龙那大名了 就是基本上 没有叫的了 对也是 恐龙这俩这个叫 比较顺口 还省个字 好记 顺口问一句 姓孔 山东人 对 您祖上跟我们都熟悉的 那位我们儒家的圣人 孔老夫子 有关系吗 孔子的第七十八代 真的 对 一系吗 对我是大宗户 什么叫大宗户 就是 直系 直系 直系的那个 哎你别说啊 他刚上来 我看到他那个 这个长相啊 就跟我心目中间 那个孔子的那个形象 真有点像了 对吧 真的假的 有点那个比较繁足啊 长得非常像 孔令辉跟你们长得不像 孔令辉是 比我大两辈 有幸啊今天 谢谢 跟孔子的嫡系传人 能坐在一块聊天 这个您刚刚说 也分这个嫡系 叫 你们叫什么 我家是孔 大宗户 直系 大宗户 对 还有非大宗户的是吗 我听这个老人讲 就是说有那种外孔 就是说以前这个 性孔呢 这个孔子嘛 以前这个经常教书了 说到这个 孔子本身是帝师嘛 对 至圣先师嘛 是是是 性孔呢 在这个 就是比较有优 带那一种感觉 有很多优惠政策 对对对 所以有很多的后来都 改成姓孔了 那叫外孔 啊 所以你们家是内孔 对 我们家是内孔 孔子 明秋 自重迷 鲁国人 中国著名的大思想家 大教育家 是儒家学派创始人 被后世者尊为孔圣人 至圣 万世诗表 其儒家思想对中国和世界 都有深远的影响 孔子被列为世界十大文化名人之首 而孔子后人有内孔和外孔之分 所谓内孔就是孔子直系后代 而外孔则是同性不同宗的孔氏家族 那么作为孔子第七十八代大宗户玄孙的孔龙 会给我们讲述哪些保留至今的家族礼仪呢 这个我们知道中国又号称这孔孔之乡啊 礼仪之邦 对 那想必在你们家就是中国很多传统的礼仪啊 会不会继承的比我们要更多更久一些 讲究更多一些 反正从小事上来说 家里的家风 我爷爷吃饭的时候 必须老人先做到 这个我们叫上手 上手做 上手做 老人不动快 当小的在下边 绝对是不能动的 而且吃饭的时候 不能说话 我听我妈说 他那时候刚进 刚就是入 嫁给我爸的时候 那时候他不懂 就是做错位置了 我爷爷就直接脱下鞋 对着窗子 啪就砸过去了 就砸了 对 这是家里一个家风 必须要一丝不苟的来执行 对对对 因为现在其实中国很多传统这些礼仪啊 原来包括我们家也有 甚至包括小孩不能跟大人做一桌吃饭啊 包括不能先动快啊 对对对 但是慢慢慢慢就 大家就不太讲究这个了 对 现在不怎么讲究了 对 我家就是小的时候 是山东 等于闯耕东去的东北嘛 我是东北人 就很讲究这个 奶奶那时候就是 长辈不上桌 绝对不能动快 那现在我经常以 我太饿了 没理由 就先吃一个 直接上手做 您就坐下来了 我觉得这个家教 你这个做好了 到外头 你才能做的人的表率 如果你在家里的教育 都不行 我们来比如走的半道一瞧 老孔站这儿 孔哥你好 你站点 不是 孔哥 没有 这根本就不允许的 就往上一站一立 人家也是 就是老的传统 我觉得真的应该流传 是是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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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是礼仪之邦 几千年传承下来的文化礼仪 也是祖辈留下的优良品质的延续 虽然现代社会发展迅速 不免让忙碌的人们 简化了许多礼仪 不过今天在节目现场将进行一些 关于礼仪的小游戏 让大家在游戏当中 充分感受中华礼仪的重要性 游戏规则 一 观察员和嘉宾分别选择 节目组提前准备好的 子丑银帽陈四代表各自身份 二 有主持人点将 点道者需坐下缕胡子 上家则吃话声迷 下家则向被点道者作一行礼 三 没有及时做出相应动作 或者做错者将被罚喝苦瓜汁 第一轮 三人行必有我诗 今日之诗是子 好 这一轮 田思思反应过慢 罚苦瓜汁一杯 我吃了 是吃了 吃得过于迟疑 中间还要拿筷子的举动 我们直接上手就可以了 干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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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一个 好 好 好 不错 这一轮思思做一个示范 其实是可以用筷子 示范呢 示范也让我真喝 好 刚才只是示范 其实思思拿筷子是对的 我们得一只帮嘛 怎么能拿手吃花生呢 就当做示范了啊 游戏继续 三人行必有我诗 今日之诗是银 好 继续 三人行必有我诗 今日之诗是丑 好 继续 三人行必有我诗 今日之诗是银 好 继续 三人行必有我诗 今日之诗是沉 刚才这个是 没错没错没假起来 质疑的人是不是有问题 质疑的人就错了呀 谁质疑了 没有质疑啊 我只是觉得他吃的很可爱 我只觉得他竟然不会用筷子 没有没有 他就是有点闷 谁质疑了 用筷子的我们是要鼓励的啊 各位后边不许拿手拿了 必须要用筷子加花生米 三人星必如我诗 今日之诗是 刺 三人星必如我诗 今日之诗是 丑欧 大李老师 请喝苦瓜之一杯 我眼睛睛啊 漂亮 好继续 最后一轮 三人星必如我诗 今日之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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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哈哈哈 诗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怎么啊 非常非常完美的结局 一炮双响啊 该作一的没作啊 不该作一的作一了 对 来 大李老师 大李老师跟恐龙 来 二位 敬你一杯 敬你一杯 大李老师 哈哈哈哈 敬你一杯 敬你一杯 没喝的也都喝了吧 举几杯来吧 共银此杯啊 来吧来吧 来吧来吧来吧 来吧来吧 来吧来吧 我们陪你 我们又没输 我真是 来吧来着惩罚 我们负责给他们拍个奖就好了 来吧 来吧来吧来吧 为了庆祝我们再吃一粒 好吧 好好好 我们两个来干个杯 太苦了苦 好了好了 辛苦各位 我们通过这个小游戏 感受一下中华礼仪 其实礼仪都是天长日久 一点一点地累积下来的 好 谢谢各位 辛苦了 来 请就座 在游戏欢乐的氛围中 大家也感受到了 中华礼仪存在于 点点滴滴的生活中 需要大家谨记 老祖宗传下来的优良传统 那么作为孔子后人的恐龙家里 是不是对于礼仪更加的尊崇呢 如今孔氏家族 还保留着哪些优良传统呢 刚才我们愉快地做了一个小游戏 该吃吃 该喝喝 挺好 感受了一下中华礼仪的传承 还是跟孔龙聊一聊 你们家除了刚才我们提到过的这些礼仪之外 还有哪些是你从小记事起 你觉得印象特别深的 记得小时候 我的辈分是围着辈的 比较小 小呢 这个上面的 这个辈分的太多了 这个比我长辈的太多了 到过年 过年 拜年的时候 大年初一的时候 这个围这个庄就是拜年 围着庄子 就庄子住的都是孔家的 这个比我辈大了 这个就磕头 这一轮下来 反正挺累的 那有没有那种情况 就是你今年已经快三十几岁了 然后这个小朋友他几岁 你就要管他叫大爷叔叔这种 那个 我妈那时候领着我去吃洗面 就是刚生了一小孩 完了之后那时候吃洗面 吸那个红糖水啊 说恐龙来碗红糖水 这个今天过来吃你这个小爷爷的洗面 小爷爷 叔叔就当爷爷了 所以不是按照年纪拜的 就是按照辈拜的 对对对 只要辈分大你就得去拜 对 孔家就是讲究不乱辈 对 你自己对家里面这个族谱啊 应该是不是辈得很熟 就是说哪一辈哪一辈的 这个族谱啊 就是新修订的这个 我爷爷对这个比较尊重 就是每年到过年的时候 就是都把家谱给供起来 这次过来呢 我爷爷说说让我全带回来 全带回来不到20斤 后来没背那么多 就是拿了一个 很厚的 对对对 就一点一点的全都放 对对对 完了这个家谱我也不是很熟 也没怎么看 我爷爷都给我标注上了 平常肯定也不给你看 对 这是家族应该是很重要的东西 对对说的是全国的孔家都在 还有外国的话在外边的 都都在这个家谱里 今天实际上是带了一本过来 对对对带了一本 我估计老爷子这两天 一直心惊胆战的 可千万别给我弄丢了 没事我现在 要不给你打出去 看家谱比看我儿子看的还紧呢 是啊 赶紧赶紧拿上来 我们看看孔家的家谱啊 做个简单介绍 我头一次见的 很认真的是做了印制啊 对 634页 634页是跟您有关系的页吗 对 有我 就你的名字在上面记载着是吧 对 就怎么认这个家谱呢 他这个都是按辈分来拍的 我是围子辈的 你在哪呢 就我看这全是写的围 围帘 对 我是围龙 围龙 有你名字吗这上 围龙 可以打一勾 家庭柱子也有 那实际上 所以他这个需要不断地更新 有新一代出生以后慢慢长大 他好像是隔一段时间 好像一修订这个 所以最后可不是就越落越高 越落越高 对对对对 我有一个就是挺常识 但是我不懂的一个问题 家谱里面不记女孩子吗 还是也记 也记 女孩子也会被记录进去 他只要二辈起了 就得记 就得记进去 你像我 你像 比我辈大的 你像 另一辈的 上一辈的 我就得喊那个 要是女的 就得喊个姑奶奶 他也是 也都写上去 姑爷爷 男的就是爷爷 就喊爷爷 大一辈 他不是大一辈吗 大一辈应该叫叔叔吧 我上面是得这辈的 上面还有一辈的 然后是令对吧 令是再上一辈 对 那这是这个家谱 只有你们手里有什么 就是你这一只有 这个就是孔家的 应该是 都有 好像是这个立碑的时候 立碑的时候 碑上都那个什么 都刻上名 他们因为尤其是内户 是直系的 所以更要有这个 对对对 那么其他各家 各家也可以有自己的 这一只的 对对对对 它分支 即使时代更迭变幻 孔家依然保留着 传统的礼仪礼节 今天恐龙给我们展示的家谱 也详细地记录了 每一个孔氏家族成员的 名字辈分 作为孔子后人的恐龙 不仅传承了孔家的 传统礼仪和优良品质 而且还不断尝试新鲜事物 更是为众多篮球名将 表演过绝技的转球达人 那么他的绝技将如何呈现呢 他又是怎样跟篮球结缘的呢 孔老夫子那个年代没有篮球 没有篮球 有篮球估计他也会鼓励你 对 但我好奇的是 你怎么会 喜欢上这个玩篮球的 我刚开始啊 就是喜欢转东西 转一些这个平面的物体 只要我的手指可以撑住的 只要平面的都可以转 后来呢 就不是一开始就玩篮球 对不是不是 就是先喜欢转东西 先转东西 对后来呢我就感觉转转篮球 你最开始转的是什么呀 最开始就转书本 书什么时候 那多大的时候 上学的时候 上初中的时候 那时候这个英语 英语学的这个 不是太好 这个当时就选择这个 不能浪费了这门功课 这个 就利用了一下 没想到这个转 当时只是一个喜欢习惯 对一个喜欢 慢慢转到现在 变成一个技能了 对 我当然很好奇 他这一路转过来的历程啊 能不能先给我们演示一下 可以 都能转些什么东西 可以 随便是东西 来咱们随便拿几样东西上来 原来恐龙从小就尝试着 在手中转各种东西 那么今天恐龙又将如何呈现 这一绝技呢 看到在桌上我们摆了几样 特别跟转联系不到一块的东西啊 我们来请恐龙给我们示范一下 来 你先转 转个简单的 小素本吧 我估计小时候啊 天天被逼着在家里边啊 学习这些礼仪看书 无聊啊 又不让出去玩 就开始转书玩 哦 耶 换一样啊 突然想到就是 换个小牌 头上就是那个 盘子 吊着头发 然后没事的 然后 头圈梁是吧 还是稳的稳的 哇 这一看着就是练过的 他不是说随便转转玩了 这个大牌就 头牌也转 怎么能转呀 哎呦 还是移动吧 哇 哇 这就是家里吧 我估计他是逮着什么转什么 小画板 我估计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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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就有多喜欢转呢 哇 新买的 哇 什么都能转 你等会这个 这个什么情况 这是皮箱 箱子 这怎么转啊 行李箱 对 哇 天呐 这也能转 什么情况 那他手指持重的重量很大 恐龙我想问你你什么不能转 这个沙发他就不能转 手撑不住的就不能转 撑不住的不能转 还有那个不是那种平面的 重心不好找的不能转 对 正好 哇 这简单啊 我怎么感觉他唱人转的呀 正月里来世 新那年啊 龙老夫在家其实也喜欢转 转到这一辈 突然给发掘出来了 哇 这么高啊 这转球啊 对他说太简单了 给我一个字典 我也能丢起来 字典 这个小球 哎呦 哇 太轻松了 哎 这是我说的 这是我说的 厉害 哎呦 这个厉害 拿话筒试试 话筒行吗 有点意思 有点意思 好 来 这独一窝 这独一窝 很有成就的 我发现一个问题 为什么好雷在拿着的时候 他就很容易掉下来 对 他拿就不掉了 因为我掌握不了那个点了 掌握了那个点 没看得动啊 那你想试试吗 感受一下 你来 来 也行 看一下 看你这个 看你的 看你的 看你的基本功啊 好 抓紧哦 抓紧哦 好雷 撕撕 别好雷 棒 小 我时间比较久 现场恐龙转起了课本 盘子 提香 让大家称赞连连 简直超乎想象 那么恐龙为什么会突发奇想 开始转各种东西的呢 这跟他的成长环境是否有关呢 刚才这个恐龙给我们小小的展示了一下 转东西这个技巧啊 我在想象一个场景 就是小小年纪的小恐龙呢 在家被家里老人逼着啊 这个三字经 好好背 人之初 性本善 反正就老得背 小孩年纪小嘛 想玩又不让出去 很无聊 就转 就开始转 对对对 这个 八九五十是吧 我猜的 自己在家没事 玩一玩 是完全无意识的 对对对 无意识的啊 然后先转书 转到什么程度 转到书本这个 转到中间透了 就把书给戳穿了 对对对对 就铁杵磨成针了 对 钻木取火了 他把这个书给转通了 对对对对 那我想知道你的手上有没有简子呀 简子倒没有 那个指甲盖 都是不怎么这个去去绞了 现在 指甲盖就不太长了 平时转篮球 他这都磨下去 磨掉了 转篮球转坏了五六个 恐龙我问你那个 转的时候你有没有转那球 转爆了 他不爆 只能这个慢慢的露气 对 他球表面里面还有一个内打 那球啊 那手是 手是成钉子了那就 我的天 你说其实玩这个转篮球是很多啊 但是从小因为玩书本慢慢痴迷上了转的 我还真是见到第一个 最关键这还是孔家传人 喜欢转什么都转 听着很有意思 看着就像转 而且不是普通的喜欢 真的是就迷上这个东西了 对 也不明白什么原因 看到自己可以挑战的东西 就去挑战这么一下 就后来变成一种习惯意识 对一种喜欢一种意思 对 后来那个转篮球啊 因为咱这个 家里东西都会转坏了 不经转 我家是一个小县城的 我经常看视频 在北京呢 以前有个这个北京体育大学 这些大学生们组织了一个团体 就是一个蹦床篮球队 他们一看我会这个呢 后来那个队长就让我加入他们的这个队伍 加入这个花石篮球队 也算是吧 就是他们是一个蹦床篮球队 后来呢 我就跟着他们去演出 你像CBA 男蓝 还有跟着那个中国女蓝 还有那个F身中国型 F身 F身 来的时候我那个 都去给他这个 用我的这个技能 去给他们展示了一下 F身 那个是你吗 拿着衣服的 那时候瘦点 这个衣服是 F身有给你签名是吗 对 这个衣服 F身签名 当时我 我喜欢他的太多了 后来写完这个字之后 我就下去了 下去了 还没反应呢 衣服没了 被抢走了 被调名弄走了 抢走了 我有那张照片做了个纪念 亏着有这张照片啊 这是那个中国女蓝的那个魏伟 这是我们那个队伍 啊 以前跟那个北京 北京的队伍 去山西 中国女蓝 跟那个古巴女蓝 打那个 对抗赛 这是 这是 表演我那个技能的时候 呃 那个 瑜伽老师在跟那个F身讲解 啊 这个是什么技能 就是 用篮球 用毛笔顶住篮球 呃 下边写字 哇 这个从来没有见过 对 这个之前啊 在10年的时候 嗯 嗯 还获了一个那个 世界纪录 哦 什么纪录啊 就是 呃 转篮球写毛笔字的 啊 这个专门有个纪录 对对对 啊 啊 世界纪录证书 世界纪录协 啊 全是英文啊 这有中文太好了 世界上 转球毛笔写字 时间最长 孔为龙 山东省济宁市孔为龙先生于2010年12月16日在湖南电视台演播大厅在毛笔上转动篮球写字历时两分钟57秒写字五个创世界纪录协会世界上转球毛笔写字时间最长世界纪录特发辞证哇 这这很难啊 因为它还要写字 我得写 咱俩 咱俩不是刚才都试过了吗 能让它一直转的很难了 对 再加上你还要动 我要顺其自然的写下来 这个能 这能教会 这我们能看看吗 别教我们了 教我们有点难 我也正有词意 对啊 能不能让我们眼见为师 现场展示一下 行 咱不需要破纪录 咱们就是看看 长长眼 没想到恐龙从小就喜欢转书转篮球 喜欢转各种物件的恐龙 还获得了一项世界纪录证书 那么这项创世界纪录的绝技又是如何呈现的呢 接下来我们看眼界的时候到了 我们请恐龙为我们展示 转篮球写毛笔字 我们要展示 我们要展示 我们要下颗子 还得站木啊 这其实挺耗体力的 还得站没 这起字难写了 比话多 对 比话多 他放慢速度了那球 眼睛不够看了 不知道看上边看底下了 好 了不起 了不起 不差一个了 加油 感觉他的胳膊要特别累 没劲了 他把我悬着呀 你想没球这样写都挺累的 对 好 再写一二就完了 没劲了 球沉着呢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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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后一个偏旁步手 一个耳 漂亮 一次成功 棒 哎呦 我的这个 哎呦 这个太大了 来 咱们拿起来给大家展示一下 这是一幅非常特殊的书法作品 而且写得相当不错 对 对吧 我的天哪 这真不容易 棒 又重 还得控制笔 对 人家那个力度掌握不好 这个篮球它容易掉下来 对啊 那你那次就是比赛 就是说让你一直战末 一直转球 直到它掉下来 它怎么回事呢 你看 它这儿是个塑料的圆的 球皮也是这个 它的摩擦力 小 小 而且你必须得靠这个手的掌握 你看我的手练在这儿有块肌肉 你看 会动 专门为了控制这个 回身上下就弄到这么一块 会动得轻松 厉害厉害 谢谢 好 我们替节目组收起来了 手拿转动的毛笔写字 这一绝技 让大家诧异不已 那恐龙怎么会突发奇想 用这样的方式来写书法呢 我就想说说 你这个顶球写毛笔字啊 这应该算你是独一份了吧 应该是吧 现在到目前为止还没有 还没有人去 当时怎么想起来 把这两个东西结合起来的 当时啊 这个街球啊 我看它的起源是起源于西方 是 西方的街球 对 咱这个毛笔字是咱中国的东西 咱自己的传统文化的东西 咱中国老祖宗留下的 对 我就想着能不能也创新一下 把这个东西结合一下 把这个中国的书法 和他们西方的这个花色街球 连接一下 就创了这么一个 我自己给自己起了一个名 叫什么 钻体书法 叫什么 钻体书法 钻体书法 钻篮球的钻 钻体书法 不是那个钻 不是那个钻 钻体书法 对 我就结合到 我刚才看你在写字的时候 我觉得它是有那个书法的基础的 是不是小时候在家也练 我爷爷 小时候我爷爷经常练书法 但是呢 我也没有听 没有系统的学 那时候 书他的熏头 他经常过年 三十了 这个贴 贴名率子了 什么的 都自己写对联 没看小时候爷爷写 我也在后边 划了两笔 在后来就是 现在也没事就看看那些 大家的那些作品 看看人家那种感觉 有点兴趣 家里也有这样的熏陶 对 然后呢 自己又喜欢篮球 想着结合起来 你把两个东西结合起来以后 家里会不会支持你 干这个事了 你看你把传统的文化 揉进去了 对 我跟我爸说来了 我说 你不让我赚 我把篮球和书法结合到一起 我说书法是灵魂 篮球是生命 没事我有证 对 老爷子不反对就行了 对啊 是吧 对 现在家里总体应该 还是支持你 尤其刚刚 总体来说 媳妇啊 妈妈啊 对吧 媳妇妈妈 我爸这个都支持 包括我现在我儿子啊 这个也很喜欢 这个看到篮球啊 都很喜欢 你包括看到烧饼 圆的 小时候不懂事 球 球 他也喜欢转 对 他喜欢 儿子也被你带坏 不是带坏 也被你训练 喜欢转是吗 对 让我带上道了也算是 比较喜欢球 球类的 儿子多大了 我儿子跟我一个属匆 都是属大龙的 我今年他五岁了 导演说今天也来到了现场 咱们能不能请他上来 也给我们聊聊 或者展示一下 对 我把我儿子带来了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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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请小恐龙 小恐龙 可以 真棒 这小子 真的长得有点 像他爸爸是吧 土豆活脑的 来 来 来 请坐 请坐 真好 爷俩坐在一块 儿子长得挺像爸爸的 有没有 真的 所以孔家这个 血脉基因的传承 很强大 对 他俩子差不多 我觉得他们的眼睛都一样 你看这眼睛 这一看就是一家子 来 小恐同志 来 正式告诉我们 你叫什么 大声地说 叫什么名字 孔垂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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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它是锤子辈 对 锤子辈 锤子的锤 它是锤子辈 孔垂羊 锤直的锤 对 锤 羊是哪个羊 羊是火字旁 加个羊 锤羊地里羊 锤羊 这个帝王之气 小崔羊有小名吗 家里都喊到羊 羊 羊子 羊子 你今天几岁了 几岁了 四岁 四岁了 还不到五岁 对吧 他少说了一岁 想得年轻 好吧 这太气人了 你还比我还保守呢 宝贝你冷静一点 你那个腿别动了 你看你晃得大 有点迷糊 好 来 咱来说说那个 转转烧饼的事行吗 我特别特别好奇 你为什么喜欢转烧饼呢 我们不是把烧饼拿来吃的吗 烧饼是什么形状的 啊 圆形 圆形就是啥呀 球 圆的就是球 圆的就是球 见着球就要转 你喜欢转 嗯 喜欢转是吗 哎 爸爸玩那个转球 你觉得帅不帅 帅 嗯 你是不是也在跟爸爸学转球啊 你觉得好玩吗 好不好玩 好玩 我再来问问这个杨子啊 你知道你们家的老祖宗是谁吗 咱的老祖宗是谁啊 是孔子 哦 你知道孔子是谁吗 孔子是谁啊 老祖宗 你们家老祖宗是一个大大的名人 啊 以后长大你就知道了啊 啊 而且你们家老祖宗如果知道你喜欢玩转球 他会很高兴的 所以今天你在现场给我们表演表演转球好不好 好玩玩球去吧 好吗 嗯 来 今天恐龙的儿子孔锤阳也来到了现场 他是否遗传了爸爸的表演功力 有些紧张的孔锤阳在现场能否出色地完成表演呢 转转转给我们看看拍 哈哈 哇转的真好 哈哈哈哈 你这是拍球 拍的挺好的 这个也不错 拍的不错 对 来爸爸亲自登场 哎 能不能你们父子俩合作给我们来一段表演 合作啊 啊 行 来 大大现在转你再转行吗 来 屁爸爸帅不帅 呜 呦我还能转啊 哎呀好厉害好厉害 放 在这 so easy啊 呀 好棒啊 行 比您俩棒 啊以后是不是也准备让他这个紫成赋业 呃对就跟我爸让我学酒一样 嗯 那如果他未来有自己的想法不想玩球了呢 那孩子随他的个人爱好去吧 对 可爱的孔锤杨在爸爸的配合下完成了表演 玩起篮球的孔锤杨完全没有之前的紧张不适 愉快地和爸爸互动起来 今天其实很高兴请来孔龙啊 孔维龙先生 啊 是一个很奇妙的结合 因为他的特别的一个身份 啊 作为孔家的这个传人啊 但是带给我们的又是一个极富现代感的 这样的一个转篮球的一个表演 啊 他是一种很奇妙的碰撞和结合啊 我不知道你们在家里面会不会聊起类似的话题 大家又是怎么样的一个观点 有关这样的一个我们叫传统跟现代的碰撞 虽然是现代了 但是还得这个遵从老一辈的教导 包括从细节上的东西啊 都得去遵从我们家的这个孔家的这个家风 我以后还得这个好好的去做 从我爸延续下来到我 以后我还得带我儿子 慢慢的一代一代的把这个好的东西 去传承下去 今天这个我觉得就是中西结合 古今结合 对吧 中西的结合呢就是毛笔和篮球 那古今呢就是孔子和后人 这个文化的传承 包括文化的发言光大 孔子我觉得他可能很难想象 在几千年以后 他的族人啊 他的子孙 在做着一件这样的事情 在把我们的中国文化 用另外一种方式去传达给外面的这些世界 的人去看 对 我觉得孔子留下了那么多精神实量给我们 但我们不能就是自己独享 我们要把他分享给全世界 现在全世界很多的大型的一些学校 包括斯坦福啊 类似这些都有孔子学院 对 他们都会学习孔子的文化 那我觉得孔子的后人 现在又在做这样的事情 又在把他这个 这个祖先的这个文化 传播出去 我觉得这就非常非常感兴趣 我觉得孔龙挺好 他给我们的感觉很轻松 没有说我是挂着这样的一个信 有很沉重的负担 很大的压力 或者说特别大的一种责任感 我非得怎么样怎么样的 他就是轻松地享受他的人生 追求他的热爱 是 然后呢 见微之助 在这个不经意间 其实在有很多奇妙的传播和影响 我觉得就够了 对 每个人先过好自己 对 是吧 对 其实说起来博大精深 但其实有的时候也很简单 感谢孔龙 感谢我们的观察员 感谢我们的观众 收看本期节目 了不起的你 是针对我们每个人自己 每个自己 既是平凡的 也是了不起的 看大家怎么去认知 感谢各位收看我们的本期节目 下期节目再见 今天的嘉宾恐龙 作为不断拓展创新的新一代 给我们带来了 创世界记录的撰球书法 让大家耳目一新 而作为孔子的第78代直系玄孙 他更是继承着家族优良传统礼仪 身体力行传播着儒家思想礼仪 而我们也应该如他一样 把祖辈留下的优秀思想 传统礼仪 一代一代传承下去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